嗨,欢迎来到医女爱保养 我是现代医女杜晨云 让我们一起爱保养变健康 每逢农历七月的时候 家里的老人家总是会千叮万组 晚上不要出门 不要玩到半夜才回家 不要去海边 也不要去玩水 你知道每年的七月十五 中原普渡拜拜 有哪五大常见竞技吗 医女来跟你说 第一个是不要偷吃忌品 第二个是不要踩名指 第三个是不要晚上吹口哨 第四个是不要说鬼这个字 以及第五点 禁止室内普渡 以上五个禁忌 虽然听起来有点不科学而过于传统 但毕竟是上一代的文化传承 也是要提醒我们尊重神灵跟保持礼貌 所以我们还是要乖乖的听老人家的话 其实不止七月的鬼月 有五大禁忌 你晓得农历的七月 也有五大养生禁忌吗 中医认为春夏养羊 秋冬养阴 再加上春生夏长 秋收冬藏 因此养生的人们 在这个时候需要养阴 收敛为原则 在日常生活 饮食跟作息上面 都要进行调整 才不会让秋天的燥气跟热气 伤了我们的身体 那究竟有哪五大养生禁忌呢 第一点是少吃辛辣 秋天的干燥会伤肺跟伤胃 因此在饮食上 应该要多吃一点滋润的东西 养阴 然后把我们的肺气跟胃气养起来 反之食用辛辣的东西容易发散耗气 更容易引起肺灶跟胃灶 第二点是早睡早起 秋天的睡应大自然的节奏 最适合早睡跟早起了 尤其晚上熬夜不利于养生 对身体的损害可能会比其他季节还要严重 而秋天早晚温差大 晚上的寒凉也会影响你的入睡品质 建议你早点睡觉 不仅可以避开寒气 也可以让我们身体的免疫力提升 第三点是避免人多 秋天属灶 而灶能伤肺 因此在秋天的时候 你会特别的感觉到口干舌灶 容易咳嗽 容易觉得呼吸不顺等等 当你的口腔黏膜干燥的时候 病菌就很容易入侵 因此少去人多的地方 可以预防传染病上升 第四点是忌悲伤 秋天的景色跟天气的转换 本来就会比较引起人们悲伤的想法 再加上中医也说了 悲伤肺 因此秋天真的很适合你保持心情愉快 跟心情平和 第五点是少吃瓜多吃果 古人有一种说法是秋瓜坏度 意思是说 夏天的瓜果过于寒凉 容易损伤你的脾胃 因此秋天要尽量避免 吃这些寒凉的食物 再加上夏天多吃生冷 本来你的脾胃已经造成损伤了 造成湿气入侵了 因此秋天的时候更要保养回来 养好脾胃才是养生的关键 美国许氏深夜集团50周岁了 半世纪以来提供我们地道的美国花旗参 以及各种养生好物 记得上官网挑选优质食材 也要记得订阅按赞医女爱保养 和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